而国内的本土疫情时势升温 指挥中心才宣布说呢 民众前往舞厅 歌厅等等休闲娱乐场所 你必须要配合出示完整接种 两剂疫苗的记录才可以进场 所以呢 台南警方就为此展开了 防疫领检专案 插获从业人员以及消费民众 总共有13个人违规 那么都被依法拆发3000 新冠疫情延烧南台湾 这也让台南市的防疫工作如临大敌 23号晚间 台南市第四警分局长王子维 就亲自带队 执行安平区舞厅 视听歌唱 以及养生馆等特种行业防疫领检专案 一个晚上下来 警方分别到了五处场所领检 总共查获了 包含四名从业人员 以及九名消费民众 为施打第二剂疫苗 分别开立击查表13张 并且各一传染病防治法 裁罚3000元 警方表示防疫领检的目的 就是要检查辖内八大营业场所 从业人员 工作人员及消费者 是否有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记录 为者会依法除以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还 但罚钱是一回事 如果再度造成疫情破口 恐怕让防疫压力更加沉重 区域不间断 给您最专业的新闻内容 都在东升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哦